字幕提供 郭倫師傅, 你好 你好 就是這樣 剛剛我有了寶寶 想你幫我算一下 究竟是男還是女 剛剛有了寶寶, 肚子這麼大嗎 這是別人的肚腩 好… 不過我不會幫你算胎的性別 你這樣也不會算嗎? 你怎麼這麼差勁 不是不會算, 是我不會幫你算 那就是不會呢 不是不會算, 我也說 這是我們行規 我們不會幫你算胎的性別 為什麼? 我也想知道為什麼 其實也沒有關係 只不過早十多二十年 我們內地仲男輕女 如果看到女的, 她就會不要 為了陰德的關係 因為我們通常看得到 也不會說男還是女 何況我的功力不夠 看不到男還是女 所以也不要緊 回來吧 是 原來我們小息的時間 比上台更長 要休息嘛, 師傅 對, 回答案了 好 好, 題目是1983年 農曆二月初十 海是男人 83年是甚麼年 貴害… 那二月十日 月卯 月初十 是 新年是甚麼 3月24日… 3月24日 一定過了經席 經席和清明中根農曆二月 是嗎 是 無貴的方法, 甲仁月卯 月卯, 是 那日是甚麼 新海… 紀海 是 甲仁月卯, 紀海 這個每個都對, 是嗎 對 沒有人錯了 然後這個是陰藍 大運易下 我看你們全部都對 接著是甲仁 貴醜 任子 辛亥 更複 紀友 是 無身 丁眉 對 對 全部都對嗎 對 然後你們攪拌來攪拌去 尤其是Amber 又問我上一個節 究竟是經席 還是立春 甚麼?我現在是經席 我上一個不是立春嗎 現在不是經席 你現在是別村 經席 跟清明 那不是上一個 是最近我前面的那個 就是上一個 不是上一個, 上一個是立春 真的嗎 真是人一死 現在是別村經席 以及清明 未來的字, 即未到 就是清明 是 剛剛過去的 是不是經席? 是 上癢的那個是經席 總之你理解就行了 一聽你理解 知道 未來 未來, 過去, 未來, 過去 知道 經席是甚麼時候 3月6… 3月6的午時 到3月24的… 台時… 18日零五個時辰 18日零五個時辰 這個容易計算, 是不是? 24-6, 你們數過了, 是不是? 就是18 因為我害時出生 這個是午時 五, 到未, 到身, 有到鬚, 到害 即是早過害時, 多了出來 你數過是足18日的 是 對嗎? 五, 未, 身, 有, 鬚, 害 五個時辰 三日為一歲 六歲零五十日 起環, 有問題嗎 沒有… 這個寫6歲16, 26 36, 46 26, 56, 66, 76 是不是全部正確? 是 別騙自己 沒有 沒錯 好的 其實正式要寫是寫甚麼呢 貴害的六年之後是甚麼年? 貴害 甲子月丑丙人丁某無神幾字 是嗎? 貴甲月丙丙無, 幾字年 她是3月24出生 是, 加50日 4月24 5月24 是甚麼14? 加1減1吧 幾字年5月14日 起環 當你正確 原來要這樣寫的正式 她是幾字年5月14日起環 就踏入六歲 記住, 起環不是走運 因為這是由0至10 是開始踏入第一處的原因 因為有些人誤會了起環是走運 那…何時走運呢 何時走運呢? 做了幾個例子 要看不平的月 我就要… 背…那些就是走運 師傅, 我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六歲之前是沒有運 就看榴槤了… 譬如歸漢年 然後到甲子 月丑 丙人 丁某 無神 就要看榴槤 直至數字 就開始看大運 10歲了 如果生在富貴家庭 是否通常都0歲起環呢 當然不是 一定是嗎 生富貴的家庭是年、同月 很容易是用神 用神 就是你需要的東西 是… 在年、同月 也有 又或者你第一處就已經走運 少年走運 譬如我六歲到26歲走運 我六歲走甚麼運 就是因為你出身好 所以走運 環境不錯, 可能多於零用錢 小孩子走運 你就知道我出身不好, 是嗎 我小時候走運 走運, 可能小孩子在家裡 還沒有很富裕 然後慢慢走運 譬如你16歲開始走運 他16歲前, 這個沒用 16歲前, 可能家裡的環境很麻煩 16歲後, 漸入街景 這就是相反 本來八折不錯 一路出身走運 大運 即是家道中樂, 是嗎 然後輪到Amber的八折 因為我們差不多起了八折和大運 Amber是甚麼八折 丙子蓮, 陰臣 陰臣 貴有入 你是楊女, 那就逆行 起了八折是不是? 新某 你寫好一點點, 看不出來 看不到, 師傅 你自己不懂看嗎? 看不到 新某根仁記者, 墓子丁去墓… 真的看不到, 師傅 看不到 糟了, 我也錯了 原來是誰都錯了 對不起, 丙叔丁去墓越基州 根仁新某 所以我剛才說, 我也會重覆看一次 所以出錯機會不大 你幾月幾天出生 4月6日 4月6日 楊女亦推到過去節 過去節是甚麼 清明… 清明是甚麼時候 4月5日, 看看幾點開 不, 要看看她的年份 4月4日 4月4日是甚麼 卒時… 我當你這個, 未時出生吧 你計算吧, 當她是未時 一天加10個時辰 不是, 不是10個時辰 加、減、數一數, 數一數不通 怎麼搞的 12個時辰加來, 減… 9個時辰 你有錯嗎 有 加、減你也錯, 怎麼辦 1、2、3、4、5、6、7、8、9 數到尾就有9個 加、減數也這麼難 原來現在這個世界 10天、9個時辰, 一天… 一天有多少時辰 6、10個 一天有… 好… 一天有… 6個時辰 6個時辰 一天有多少時辰 12個時辰 一天有12個時辰 12個時辰 一天有12個時辰 一個時辰, 多少日 一個時辰, 多少日 10日… 一個時辰 10日… 你這樣說 10日, 是嗎 一個時辰 再加9天 加90日, 是嗎 是 210日起運 有問題嗎 沒有… 37、21日 7個月大 開始起運 即是0歲 超過180日 我們寫1 為甚麼 少過180日, 80日寫0 過了半歲就當你一歲了 對 也是的 雖然我寫1 但你要知道它是七個月起運 沒理由寫7個月 一歲年17個月 你不會這麼寫的 所以1、11、21、31、41、51 那它是4月6日出生 加7個月是多少 月 即是當年的11月 6, 是嗎 就開始起運了, 有問題嗎 沒有 完成 然後… 爸爸 你給你一個功課 給我一個功課 功課? 好 爸爸的功課一陣子派給你 下課了 好… 再見… 謝謝, 媽媽